因为那个争拗点就是通胀是高的 亦都存在的 但是比如联储局不同官员的看法 就会有几分歧 有些人就觉得短暂性的 有些人就觉得通胀未必是这么短暂性 就是建议联储局要收水就要快了 否则迟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收水的话 都会有一个失控的情况 其实你的研判 你会觉得通胀现在是短暂性 还是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情况 我觉得厌格 其实那个Term就是一个叫短暂性通胀 还有一个叫做结构性通胀 结构性通胀就是说 首先大家了解通胀来源主要是发生物资 通胀来源就是刚刚刚提到 现在市场在水浸 而在疫情之后 现在有很多经济活动复苏 现在第一波我们看到 就是说商品价格又好 金银和铁石全部都升 除了金之外 全部都升到上来 PPI你看到是升得很小 但是市场现在有两批人士 有一批就是说短暂性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是基数而已 在供应链上因为说很短缺 导致那些铁、铜、铁、 或者现在的铁石上面 突然间在跟着复苏过程上 造成一个短暂性的 叫做供不应求的状况 所以就上升了 它们普遍的看法就是说 去到八、九月份左右开始 这些商品价格就见顶回落了 而事实上你从近期的商品走势上 又见到是真的有些见顶回落的趋势 所以这班人看一个短暂性通胀 近期的确是拿了势头的 就是它们好像很正确的 但是你看昨天的PCE数据出来了之后 上星期五 即是星期五出现了PCE数据 情况有些改变 究竟你怎样在显示这些人的整体 看法是否正确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息率上 其实是在扯上去的 近期通胀的预期来说是在降落 但是如果你看到 譬如美国5年对5年的 通胀预期上是在降落的 但是你看到下跌了多少 2.2、2.3左右 远高的PCE很多 所以现在你怕的状况就是 预期之前跌得太过厉害了 相反地说通胀数据慢慢出回来的时候 未必说有时候零同一 谁对谁去坐 另一方面说有个结构性通胀 就是说商品价格升了上来 然后虽然它们见顶 但是会慢慢转价回去 因为跟按年比仍然升了很多 当慢慢转价到消费者层面上 最后的CPI就是会继续升上去 而随着请人越来越困难 要多些人工等等 当实际大家赚多了钱的时候 这物价通胀就升是志在别行的 所以也有一批人士就是说 看有个结构性通胀 你问我 我觉得是有个结构性通胀 因为我觉得有比较简单一点的想法就是说 当在经济复苏过程上 怎会没有通胀 你的GDP现在来到未来 说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说连复合增长率都会来到未来三年 有机会是这几年来说最高的水平来的 因为就是疫情后的复数砌头在那 在那麽乐观的情况下 你们又怎会没有通胀呢 所以近期的仰慌态度就是说 纯粹之前过分太夹了 说可能一些东西太过偏夹 它要吞一下 但是要留意就是说就算有个通胀 大家的关注就是说 怎样去收水 就是说一样 关掉水后之后 甚至要在鱼缸上刺个洞 流点水出去 应该没有去到这样的状况 现在还是循序见证地停个QE 所以其实你预料 未来一两个月都还是一个比较开心 还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上 应该这两个月最多都是探讨 在言论上说怎样去停QE 实际大家估计什么时候去做 可能是在信号会议上 讨论后开始 再到信号会议上 才有些很确定的日子上 所以短线 你说会不会担心货币政策 影响在市况上 不是的 相反反过来的角度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说短期来说冲锅针 你要害怕之后才害怕 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 因为除了通胀数据之外 就业数据 大家都很紧张地看着 但譬如你的判断就是说 看完通胀数据 看完就业数据 你都会觉得是去到 譬如第三季左右 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收水 是否这样的立场 是的 因为始终在说 还有留意所谓的收水 未必会是大幅度 我们在说 如果你说大幅度的收水 之前的形容就是说 删完水壳 再在浴缸凸个洞上 有些水流出来 这些就是大幅度的收水 其实是可以做的 如果突然间 在说停QE 是即时一下子撒停 不是分十余个月慢慢停 好像上次那样 那这个就叫大幅度收水 我觉得发生这个情况 的机会真是不大 大家普遍都是预料 分十二个月才停 然后就是停完QE之后 就慢慢加息上去 先最快地 根据点震度上 加两次 现在估计就是 2023年前 可能2022年的第四季 上面加两次息 现在市场就是这样估计 因为问题就是加两次 市场都觉得利率未必会再 好像之前那样 不断地升上去 可能只是将利率 由历史低水平 压高 调升两次到0.5厘左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市场的流动性 你预料简单一点的角度 就是鱼缸仍有很多水 你预料简单的 你预料简单的 你预料简单的